盘面一片绿油油 投资人愁云产物 台股四号恐慌性下跌 八大类股突然全面下杀 失守17000点大关 盘中一度狂蟹574点 就连近期受市场青睐的钢铁 航运等热门股都出现大幅回荡 盘中甚至一度打入跌停 最终台股跌幅收链 下跌288点 以16933点做收 其中市场成交量 更创下6642亿新高 这两天恐慌性的沙盘 我们看到本土疫情 有一些状况出现 同时间也面临到 这些获利回头的卖压 因此短线上台股 有可能在这边进行整理 其实在昨天就出现 电子股的一些恐慌性的卖压 那今天呢 这股恐慌性卖压 已经转移到这个 最近涨幅比较大的 传统产业股上面来了 股市剧烈波动 冲击投资人信心 台股出现恐慌性沙盘 分析师认为 涨多回档的个股 将面临盘整 但台股基本面好 低档股价仍有支撑 那所信 基本面仍旧是优势的 我们看到今年经济的成长 产业的景气 来自于说 包括半导体的缺欧 跟原物料的一个上涨的趋势 都还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 实际上 低档仍旧有 基本面的一个支撑跟保护 不管是面板或者是钢铁 或者是其他一些传统产业来讲的话 其实都已经 几乎都已经完全反映了 他们的利多 就是涨价的利多 短线上 这一些的传统产业股 可能会要进入一个 震荡整理区了 分析师建议 涨幅过大收正的族群 投资人可以先观望 逢低沉接指令率高 或是有缺货题材的电子股 必须要由这个电子股来接棒 而不是说谁来接棒的问题 那如果电子股没有把它接棒 这个上来的话 那么整个大盘可能整理的时间 就要脱长了 受到紧急回升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金融股的一个表现 也开始有机会 包括像是殖利率的角度来看的话 像多党的金融股的殖利率 也都具有优势 至于在半导体的部分 还是受到缺货潮的一个影响 那一旦走到下半年 景气开始更积极的好转 那同时间也面临到旺季的需求 这时候我想相关的这些类股 应该都有机会再往上走 台股重创 接下来传彩能否反弹 还是改有电子股接棒 投资人都在看 记者邱立行 蒋明伦 台北报导